当红人气偶像陈妍希最新电视作品 记得我们有约就在中天电视 10月1日起每周六晚上10点 中天纵和台 记得我们有约 曾经一位孙仲宇事件呢 在政治路上重重叠了一跤的 这位国民党立委吴玉生 这次竞选连任 而民进党对手呢 仍然强力猛攻的是这件往事 那么在今天是吴玉生的53岁生日 她找来她的太座刘娟娟 替她造势助选 两人在镜头前形影不离 而在这个造势的场合当中 大家也看到了这位好久不见的 马大姐 马尹男 吴玉生三支后援会神力 出现了一个最近很少露面的身影 他有说什么 好像有办会宗教的人士是不是 是不是没有这件事情 没有 没有这件事情对不对 而且他甚至要讲说 跟前仪柱有关 时报周刊报导 为了马总统连任 蚂蚁男求助道教宗师黄许 也曾被依周刊报导 整合黑道 蚂蚁男用丑事驳斥 没这回事保持低调 吴玉生53岁生日 还有个不便的助选员 太座刘娟娟 良人台上温馨唱生日快乐歌 始终紧握着手高调晒恩爱 我们吴玉生能接下来受赞提 和孙仲宇上宾馆曝光后 吴玉生的操守成了对手炒作的话题 竞选过程 景年太太希望反转印象 详细看到吴玉生太太销售不少 更平平送暖 今天很漂亮 谢谢 为什么想跟委员说的 生日快乐 你会觉得跟他 每天都很像过生日快乐这样吗 是是是 你有特别跟他讲什么 是是是 他已经讲很多了 最亲密的动作 我可以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敏感问题 刘卷卷必谈 镜头前始终和吴玉生 显影不离 牵手夫妻 力挺到底 这些朱建文 李嘉元新北市采访报道